大家好,又是我朱提曲的频道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 蚝油炊香鸡翼 材料看完,还有些糖味 最主要就是鸡翼 鸡翼,我还用了冰箱,现在在瓶水 一定要瓶至干 免得内煎的时候会有水彈出来 这些就是薯粉 薯粉大概是一个汤匙多一点 薯粉就够了,放在上面薄薄一层 如果家里没有薯粉,用生粉也可以 效果差不多 薯粉因为粉粒比较粗 你做出来的脆面就比较厚 口感就好一点 蚝油 如果家里有糖浆的话 就用大概一汤匙半的糖浆 加大半汤匙的水 稀释它,留下来做鸡翼肉 如果没有,就自己用冰糖 或者是砂糖 煮浓一点的糖水 待会用 为什么我选薯粉 如果 薯粉 放在上面,受热之后 膨胀的幅度 是比较大的 比较生粉大 所以脆油感就比较好 如果没有薯粉用生粉 都会有这个脆油感 因为薯粉和生粉的特性 就是预热之后会膨胀 但如果这两个粉 都没有,只有粟粉 那我就不建议了 因为粟粉是做不到 这个膨胀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放一些粟粉在上面 去煎炸 煎炸出来 只不过一层 很薄 比较软的 粉皮黏在上面 是做不到脆口的感觉 待会做的时候 再和大家继续 拜拜 好的 这些鸡影 已经瓶水瓶了 大半小时了 但是 水粉仍有很多 所以我们用厨子 锁锁锁锁锁锁锁 因为不要待会 煎炸的时候 就弹出自己 不要了 最后是完全干了 是最好的 最安全的 才是在煮的过程 因为出来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差不多了 那这些鸡影呢 我融了雪之后 就完全没有 没有加糖 没有加盐 完全没有用任何做底味的 因为我自己就 觉得不需要 那如果大家喜欢 重口味点的 或者用些 盐 去醃去都没问题的 那 糖水 刚才我家里没有糖漿 那我就用了50克的冰猴 那 半碗的水 那 煮成现在 半碗的水 其实都可能用不完 都可能用一半左右而已 那 剩下那些 那些 冰咖啡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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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这些薯粉 这些就是 一汤匙多一点的薯粉 这些薯粉的粒狀 比较粗 就一定要过小 那因为 过小之后 就变成了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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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 煎鸡肉 首先我们把 薯粉 灑在上面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 最多薄薄 一会儿 一会儿 拌均匀 这样 那整天鸡肉 面头是黏一层粉 就可以了 这道菜 这个零感 都不是零感 都突然间明记了 都是源自于烧烤的 那为什么我整天鸡肉 我不会腌它 也没有任何的底味 因为 一会儿煎了 那整天鸡肉 用一个半煎炸的形式 半煎炸 做完之后 会有油性 油不會有任何味道 炒菜或者其他菜也不會有太大的原因 我們現在放入鍋後我們就轉一轉鏡頭 繼續 這個鍋已經燒紅了 燒紅之後我們就放油多一點 然後把火鍋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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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提到如果有糖漿就用糖漿來熟 如果沒有的話就用金牛煮糖水 我不是太建議大家用麥頭 因為我試過用麥頭 用麥頭的味道是一般的 因為可能它的燒烤鍋 那些所謂的麥頭都用麥頭 所以就說 燒烤鍋的感覺 等一等,不要太多粉絲 雞肉是很快的 要用麥頭的麥頭的麥頭 然後把火鍋煮熟 後我們把火鍋煮熟 然後把火鍋煮熟 然後把火鍋煮熟 慢慢煮熟 因為它始終你外面包了一層粉 雞肉煮熟會有點阻擋 所以不可以太急 太大火 因為太大火 外面煮熟 焦了 中間就沒有煮熟 這個菜是不急的 我們以表面煮熟 看實際上這幾個小隻 我預計大約一分鐘 鬆一點就可以反發 用這個方法 將木頭四面都熱度均勻一點 不要只受火太熱 旁邊的就不熟 稍後煎兩分鐘再跟大家說 煎了 煎了 煎了幾次 我們繼續用這個步驟 煎了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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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大家現在又翻了幾次 現在翻了幾次 大家看到這個黃色這邊開始有金黃色了 再翻多焦幾幾次應該差不多了 再翻多一次就め好像會اه性 好像會煎熟 加速一次 煮食的食材一定要熟,熟得正好,不要过熟,也不要不熟 我最怕是不熟 而且煎炸的食材也应该不会过熟 待会再放完后再和大家说 放两次之后,煮食都差不多了 先稍微煮起 但记得,准备这些食物 稍微煮起火 否则把油吸入鸡肉里 好了,煮起了 煮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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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来准备熟的,我们就切开头看 这只,这只好厚 大家看到了,是完全熟了 如果没有任何的红色,血水那些 我们现在就把它煮回汁 好,最后的电脑煮过去旁边再说 给大家看看这些人 刚才炸完鸡肉之后 先加一点粉粒 一样是很清的 所以你留下来煮其他食材就没问题 加上鸡肉没有醃过任何甜味 所以里面是没有味道的 这是我自己煮的分享 我煮完后面再说 好了,炸完鸡肉 然后鸡肉的油都倒出来了 鸡肉也挺干净的 免得洗 我们下部煮 先烧热 现在先把鸡肉放入鸡肉 现在已经烧热了 现在就转到最小火 就用最小火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 我们就把鸡肉倒入鸡肉 倒入鸡肉 再加上鸡肉 就把鸡肉放入鸡肉 现在在鸡肉里面 再加上鸡肉 再加上鸡肉 这只要鸡肉 转向鸡肉 转向鸡肉 大火,大火,冰大火 大叔翻炒 把糖和胡椒包裹 熄火,完成 好,蠔油腸完成了 希望大家試一試 很好吃的,因為我家人很喜歡吃 吃完後,表面會有一點脆 因為糖水的關係,會帶甜 加上蠔油的香味 相當美味,相當順便飯 這個分享就到此為止,多謝大家 配合水 愛一生 甚麼 你 你 你 感覺 感谢观看